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忽视乱想 在开始我们今天话题之前 我先讲一下这样一个三脚架 有人问我 你把它放在你的桌面上 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没有特别的意思 就跟大家看见别人 背后各一个大输出 一样的道理 那么今天我还 多加了一样东西 放了一个小本在我面前 干什么用 没有特别的用处 就是你在看我节目的时候 厌烦了的时候 眼睛往别的地方瞄一下 分散一下你的注意力 好了 我们今天聊点什么呢 今天聊的这个话题 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 我把它叫做 找到你心中的开关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 你得首先下定决心 想清楚了 找到一个东西的 一个原动力 你认为这个东西是重要的 必须去做 不是别人安排给你去做的 那么这样子 你就有主观能动性 你有动力 你有目标 你也有某一种逆趋力 希望把这个事情能够达成 所有这些东西的触发 就是你心中的那个开关 那么我把它叫做开关 有这样一个含义 就是什么呢 这个过程啊 不是讲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啊 它会怎么样通过学习 通过认识 它自然会达到的一个状态 而是你要去主动的 去把这个开关去拨一下子 在最后的效果啊 就是你实现了人生当中的一个大的转念 然后你的世界观 你的价值观 你的方法论啊 都会跟着它做一个调整 我曾经跟大家讲过 我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标标准准的愤青 我做过一期节目讲 别把负面当深刻 实际上就是我的一个自我检讨 我年轻的时候啊 基本上可以这样子讲 谁都看不起 觉得我自己蛮聪明的 我基本上漠视别人所有的优点 看人都挑别人的缺点看 然后会用比较刻薄的方式 表达自己这种所谓深刻的观察 最后的结果啊 就是伤人伤己 自己又很愤怒 跟同事的关系 又容易引起误解 但是很多时候啊 又想假装自己是一个好人 所以最后的结果 就是自己心里头很拧巴 自己不快乐 但是后来啊 慢慢慢慢 我就在某一个年纪 突然之间 就产生了这样一个转念 我还不是那种明确的 自己主动的去拨动了那个开关 几乎是一个被动的过程 好像到了一定的年纪啊 突然就像开悟了一样 从此我就变成了一个 我自己讲 不再有愤怒的人 我能看到很多别人的优点 告诉你 非常有意思 这些很多的优点啊 往往都是我以前批评的缺点 有意思吧 其实很多东西就是这个样子 同一个东西就像一个硬币一样 有两面 不管你从哪一面看过去 看到的面是不一样 但是你看到的是同一枚硬币 一个人的所谓的特点 优点缺点 全都是同一个东西 当你把它看成缺点的时候 你就会加上一些负面的含义在上面 当你把它看成优点的时候 你又可以找到很多赞美的理由 所以我就是这个样子 在某一个年纪啊 突然产生了这样一个转念 对人的看法 几乎就是一个180度的转弯 现在我在任何人身上 都能看到很多的优点 并且是发自内心的 真诚的欣赏和赞美别人身上的优点 那么当我回头看的时候 究竟是什么东西 促使了这样一个转变的发生呢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确立了所谓的自知之明 我专门做过一期节目 讲了这个概念 所谓的自知之明 就是你对自己有一个完整的 360度的了解 你知道自己的优点 你知道自己的缺点 你知道自己的长版 你知道自己的短版 知道自己的缺点之后 使得你变得谦虚 使得你对别人的优点 有能够充分的理解 能够发生内心的赞美 知道自己的优点 你知道自己的着力点在哪个地方 你知道自己经过努力 在这个长版这个方向上 你会越来越强 越来越厉害 所以你会有一个谦卑的心 你会有个自信的态度 那么你内心就不会再拧拔 不会再挣扎 你内心达到了一个平衡的状态以后 你外面的世界也就会跟着平衡起来 那么你对人对物对事的态度 也会跟着改变 那么我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的重大意义在于 你脑子里头如果发生了转念 你外在的行为就会彻底的改变 这就是我今天为什么要从方法论这个角度来讲 找到你心中那个开关 如果你能够主动的找到你那个转变 所需要发生的那个开关的话 你去拨它一下 那么你的改变就来的更快 来的更早 就是这个含义 举个例子来讲 比如说自媒体创业 但凡想做这样一个事情的人 都了不起 意味着他有理想 有追求 对现状不满 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 改变自己的人生方向或者是轨迹 所以这些人是主动的 比那些蹲在自己的环境里头 连想都不敢想的人来讲的话 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即便是在这么一群有想法 有闯进的人当中 很多人还是非常自然的给自己设限 比如说我是肯定不能做原创 我没有任何本事教别人 所以我只有搬运了 顶多我就做一点PPT的东西了 很多这些东西 不管你有任何的理由 我今天可以百分之百的跟你讲 全都是你用来骗你自己的借口 我百分之百的相信 如果你有自知之明 你树立了你这种信心 你这些事情不见得能够做成世界一流那个水平 但一定会比你今天想象的自己的这个水平 要高的多的多 会到达一个你今天无法想象的那样一个程度 而要实现这样的可能性 你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把你心中这个开关拨过去 举个例子 比如说有的人一上来就讲 我是绝对无法面对镜头 那么我做东西只能做图文的 我这一辈子都不可能面对镜头的 那么我问问你 这是不是一个借口 你不能面对镜头的是 你不会说话 你是哑巴 还是你长得特别的丑 或者是你说的话 就是外星人说的话 没有人能够听得懂 我告诉你 你只要给我任何一个借口 我都可以给你找到一个办法 打败你这个借口 比如说你自己长得没有自信 没关系 你套上一个丝袜 戴上一个塑料袋 戴上一个面具 或者是你躲在阴暗的角落 不要打光 但是摄像机照样拍着你的身影 甚至你背对着摄像机 这个镜头就对着你的后脑勺 都可以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 真的有人这样子做 并且还做得很成功的 你讲你不会说话 我肯定你在有的场合滔滔不绝 拦都拦不住你 你讲你是内向的人 我敢肯定你要是找到了恰当的倾诉对象的时候 三个小时你都停不下来 所以你刚才讲的那些东西 全是借口 你自己要认识到这一点 要找到你的自知之明 然后把你心中的开关拨过去 转这个念 首先把这些心结打开 下面再来问 我究竟是有哪一方面的才能 哪一个长板 我可以把它长起来 而不是在评估所有的可能性之前 把这些潜在的东西都一个个化掉 我在前面的节目曾经讲过这样子的话 每个人都从一颗伟大的受精卵开始 你也丝毫不例外 你也有各种各样的能力 你什么时候变成了内向 你什么时候变成了不爱说话 你什么时候变成了自卑 你才出生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的 你也是正常的学会了走路 学会了说话 你可能也不是从幼儿园开始 就是班上倒数第一那个人 所以我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 出生时你原本也是个天才 后来国家社会家庭和你自己 共同努力终于把你培养成了一个笨蛋 你好好体会一下我讲这个话的含义 你最开始的时候像别人一样都是一个天才 慢慢慢慢的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 你周围的各种各样的人 你的家长 你的朋友 你的同学 你的司长 都给过你各种各样的明确的 或者是暗示性的鄙视 对你的不信任 对你的轻视 对你的失望 所有这些东西一点点削减了你的自信 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 你与生俱来的那些天才般的 学习的能力 或者是基本的技能 还在你的DNA里头 一点都没有少掉 你转念之后 拨动你心中的开关 所有这些技能 都能够学得会 你也可以成为一个演讲非常流利的人 你也可以成为一个文字表达的功夫 也相当不错的人 你也可以成为一个自媒体的达人 所有人都是从不会开始的 所有人最开始都不会走路 都不会说话 你看我们人生的起点全都是一样的 而今天这个时代啊 你要学习一门技能 然后通过这个技能去谋生 并不需要花你十年二十年的时间 就拿做自媒体作为一个例子 太多太多的人 从一无所知到做出成绩来 也就是两三年的时间 很多人如果能坚持日更 能坚持三年 坚持一千天的话 基本上都能够做到一定的规模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你所有必须的这些技能 你都会自然的掌握它 所以我今天做这期节目的主要的目的 就是希望大家重新的检视一下自己 往回看 想想你从一个伟大的受精卵 直到今天这样一个人生的旅程 究竟哪些东西是最最基本的 今天我们好像长大了成熟了 但是我们忘记了 我们作为人的最基本的某些精神和技能 我们是怎么学会走路 我们是怎么学会说话的 今天当我们想学习一个新的技能的时候 我们不是像我们当年学说话和学走路那样子的 根本就不问为什么 也不怀疑自己能不能做到 我们直接就开始行动 我们当时不知道失败 不知道什么叫丢脸 什么叫出丑 也不知道什么是语法 但是我们学会了走路 我们学会了说话 今天当你看到一个技能的时候 你还没有尝试你就把它放弃了 你告诉自己 我肯定说不好英文 你告诉自己 我肯定不会做自媒体 你告诉自己 我肯定无法面对镜头 谁给你下的这个结论 谁给你这样一个审判的结果 完全是你自己 是你自己失去了信心 是你自己看清了自己 我今天就是要告诉你 所有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方法就是你自己去拨动你心中那个开关 在可能性上面 不要给自己设限 不仅不要给自己设限 我反而鼓励大家 你原来越恐惧什么 你现在应该越去尝试什么东西 如果你恐惧镜头 那么你就勇敢的出镜做节目 如果英语成为你学习生涯当中 一个永远的痛的话 那么你现在就彻底的解决英语这个问题 而不是骗自己 英语越来越不重要了 反正以后技术发展了 有自动翻译机的出现 我根本就没有需要再去学习英语 我告诉你 学习英语不是你的目的 而是一个你人生成长的手段 如果你前面经过15年20年 都攻克不了这样一个难关的话 它给你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 那么今天如果你能花一年两年的时间 把这个东西突破过去的话 你突破的不是一个语言 你突破的是你人生当中的一个重要的障碍 所以我希望大家从这样一个层面上面 来认识这样一个问题 把你现在所有的借口都摔掉 把所有的可能性都摆在你的面前 然后在这些可能性里头 找到你的长板 找到你的兴趣 去发展它 去突破它 去提高它 而不是像一个懦夫一样 永远的躲在自己编造的一个 廉价的借口的后面 如果你在哪一天 能够成功的实现这样一个转念 那一天就是你这一生当中 最伟大的一天 属于你的一个新的时代就开始了 好了 关于这样一个话题 我就跟你聊完了 这个概念在我的脑子里头 非常的清楚 但是 我今天的表达的水平就是这个样子 表达出来 我自己也不是非常满意 但我希望今天这期节目 在你的心中种下来一个种子 希望将来的某一天 它能够开花结果 我希望你找到 并拨动你内心的那个开关 从而实现你人生的伟大的成长 好了 这期节目就聊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